同学们好 去年呢 我到这儿说了三天 攀阳颂 林某两个工夫有一个成功 这到春天那儿再说三天 今天呢我就是兑现的承诺来的 但是呢今天又改说 程耀金传奇了 为什么我想了 就是接着说攀阳颂 再说三天也说不完 我说那个程耀金传奇 说三天也说不完 都说不完咱就一回说一样 显心你 我说你别动了 你看看 现在生意 刚才 刚才幸福使劲了 要不肯定就走 没说了 肯定又不肯定 但有人说呢 说你上北大 说出去了 为什么 我说这也不是为什么 我说就是啊 在这个 嗯,充满现代思想的人群当中,充满现代意识的人群当中,在光怪陆离的现代文化天天起舞的时候,我让北京大学的那些大学生们知道一下什么是传承千年的行书意识。 我说,除此而已啊,没有别的,我说这个现代书平时显得太古老了,我说你看,就不知道现在广播电视还都有啊,说的它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哎,我说你看,埃及那金字塔,到现在都开了核心的嘛,有狐狐到底怎么死的,那石子怎么往上赔的。 我说这不都是历史吗?历史文的话是不可抛弃的,因为人类是从历史当中走下来的。 还有一些人说了,说你像北大啊,说你多少钱?我说干嘛,我干嘛扮你知道的,他说这个现在经济社会嘛,他在讲这价值啊。 我说这个价值就得是钱吗?他说当然,有价值才有值啊,这是价值啊。 我就,那你还不知道啊,我说无价值宝最珍贵呀。 无价值才值宝,有价值就付是钱了,所以我说我是无价啊。 哦 哦 所以今天来给同学们说那个,讨厌金传奇。 程耀金那个人物呢 大人出行都知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 是有其人的这个语言 但是历史上 真实的程耀金 就不像 我说的这么丰富多彩 也不像舞台上 电视剧演的那么丰富多彩 很多历史人物 都是通过文艺作品 宣扬出来的 而这一道个宣扬出来之后 在群众头脑中定了形 这可感觉不了了 你比如说曹操 曹操大正家 诗人 这个曹操在这建立 丰功伟业人人皆知 但是就是在 俄本中比像三国演义 把他说成一个三交线 大白脸坚军 宁可我父天下人 不能天下人祝活 杀了什么博士一家 最后谁能认为曹操 是坚军 包括郭文乐先生 写戏给他翻案 就愣死翻不过来 为什么说翻不过来 现在朋友当中 绝没有这样活的 说我们是这 那边不错 大那好跟曹操一样 能不能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的 所以说这个艺术典型 一定行 是宰链不过来 程小军呢 今天我跟我说的 是一个艺术典型 历史上时有其人 但是我说的故事 就不见到历史上都有了 恐怕也有的是民间传送下来的 他要跟着随着 而说呢 中国的历史是太漫长了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也太多了 名人全都载入史诚 普通人全都默默的死去 其实名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普通人 普通人就是还没有成名的名人 然后历史上留下来的都是些名人 而忘记了那些普通人 所以像鲁俊先生好像说过那样的话 就是本来就很多的 就有皇帝啊什么大作家的才华的人 由于没有那种发迹的诡计 最后跟普通人一块死去 那么多名人里头 谁最有名的 在中国历史上 名人当中最有名的就是皇上 历代皇上 你看那史书里面记载的 那皇上每一个都是那么历光灿烂 从一落生 第一生几乎就欲众不同 不是屋子里面红光满照 就是天上传来一股香气 要不就是万千元里听见一股不悦之声 长得跟别人也都不一样 什么日诀龙准 包括刘备那是说的最简单的 双楚过西 杨可逊儿 这歌这么长 这眼神的看眼头 是这么多 就已经是他的平常人不一样 这中国历史上就像三国演义第一句话一样 天下大师 争旧必合游 何久必分 从军球战国 啊 最后秦始皇统一了 秦始皇统一没用多久 楚汉相征 秦始皇灭了 秦朝一灭 刘邦统一大汉天下 对付到三国之间分成三份 三份完了又退到中西境 南北朝 宋前阳臣 南臣北魏 大公立南北朝 就弄了二百年 最后 又一个统一者就是隋文帝阳间 隋文帝阳间来说统一了中国 是有功绩的 接着阳间叫人的阳广 就是隋阳帝 祭出了他的皇帝 阳广呢 这个王帝 得不过光彩 历史上说他是 是父夺权 就是把他爹给杀了 阳广百分之一人 就是在他爹并非之后 杀死了 今天咱们不说阳广 所以阳广这事 咱们从事 阳广登基了 这就是隋阳帝阳广 隋阳帝阳广登基之后啊 他为了把他自己这个丢人的事 要掩蔽一下 不让别人把他这个丢人倒入出去 也为了呢 要美人心 才有了很多措施 一个是在朝阳当中 啊 更新换代 把自己的亲信臣子都给把上来 扶持自己的嫡妻的都给排线下去 这是对正传承 再一个呢 他将一道圣誉 一道圣旨啊 告诉全天下 新军登基敬劳大赦 新皇上登基高点 全天下所有监狱 里面的败人一律全帮 一个的支流 这五百什么贵 这一人没铲头 拿这刀皮皮的名字下铲 这圣旨到了 历史就没铲了 这人就亡 这冲军八倍 早就算盗了 圣旨到了 马上回来 不冲了这决 他二十年刚做一年 冲一下 没事 这样一来 为什么 他为了让所有的监狱里面 这几个罪患 以及罪患的家属 一起赶到皇军的好大 阳广这个使律下去 把金星哥的故事 任何一个地方 接到这个使律 三天之内 必须把败人都放光 三天之后 上级领导方式查 不过有一个 还在监狱里面 按抗旨不遵 论罪 这下方理解 但是那个年头 这隋朝啊 中心不发达 交通小花了 没有报纸 没有网播 也没有电视 没有火车 根本没飞机 所以他得中央的这一个指令 往下走的时候 就靠着快马和易战 一点一点往下传法 而且是分级往下不持 开始 二比堂安 首都 接往下 各府 各府 往下 各州 各州 再往下 各县 等到走到县级的时候 阳广这个旨意啊 这种传承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天 这个旨意 就发放到了山东 揚州府 东摩县 东摩县的县材爷呢 叫什么名字呢 单字名伦 暴教有理 能说哪个文呢 就是讨论的论 他为什么念文 命不经四处嘛 是吧 论语 孟泽 是吧 中庸大学 这是四处啊 他要用这种论子 而且念论 这说明他和大都 是念不书的 名文字有理 这同则就像就师叔理一样 不但说门哪去还有理 那也说这名挺好 但跟他这相意结合不好 他姓胡 叫胡伦的胡杨理 这胡相亮呢 接到这个公文之后 他在桌子上的人 看半天死了 他说他看半天 这胡相亮是近视的理想 说今天上考试的近视不是 两眼是近视 这两眼睛由于是近视啊 看什么都看不太清楚 最有代有境的是 有一回沈漫子 看字 由于距离啊 不受确切 把字都念错 有一个圆照 跪在底 是这一公文摆在桌子上 他一个人在上面 圆照 姓什么 姓冉 冉冉生起那冉 就是冉家俊 家人那个家 俊美那个俊 所以他一看这个 你还细一看 他也没有 打肩子一瞧 嗯 嫂 tú 在往后 你看 你的哪 你看是染 你人家这在了 是吧 家人这家人生往了 这军的他念成厚了 再往后 你买起来这厚 就跟那个差不多 这一再往后 这圆子已经站起 他妈不退了 他已经没大话 再往后 再往后 他急了 再往后 再往后 老爷 后是强不退不退 这样他明白 你不叫再往后吗 老爷 我不叫再往后 我姓冉冉冉生起来 家的那个家 郡美那个郡 我就冉家郡 老爷已经读错了 这不读错了老师不高兴 老爷已经可读错了 什么 冉家郡 郡乃是郡美之意 就你这模样 你还俊呢 这人长得一脸的青鸿疙瘩 在远处的老爷 抓紧半天 你这一脸大麻子 哪俊呢 这位老爷感觉 鼓着跟红疤都看不出来了 打车之后呢 这位老爷出了名字 咬得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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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带往后 对 是带往后 可是今天就只是盛誉 皇上那个东西 说为什么叫盛誉 一般来讲是足迹功能 那你说 事犯罪犯 有刑物发放 就知道 杨广公 再到盛誉这书 要以各人的名誉 从这构建 周恩范 所以呢 他一提着盛誉 就直接插到县一级 这个县门吓坏 急认真 足了半斤 马上把老头找来 老头姓巴 都称巴爷 巴真处准巴 巴老头们 来这儿一见马爷 这老爷跟他就找了 我告诉你 现在老土燕家新军登基 敬老大设 一个人不许有 三天之后 周恩范的老爷们到这儿来视察 监狱里边留下一个 我就得掉脑子 你就得逐点九族 知道吗 拿着花明客 班队认真地找 有没有在厕所里边 真正在这儿 放这东西 我犯了 我这巴老头已经好 马上回去了 老婆半斤 然后巴老头回来 拉眼子 看着你个根部 都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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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剩 还剩一个 听说 我告诉你 都放了 怎么还剩一个 来 这是不走啊 他不走 我听说有逛鸡院 逛年城不爱走的 还要坐监狱 不爱走的 他这个得站住脑 他说了 他说 您去了 他在弄走呢 您去看看就怎么样 哎呀 真是奇流刺敌呀 是啊 不是再过三天 这位还不走 过来咋子去搬家 咋糟 我去那边走 这老爷跟着来 胡贤敬跟着这八老头来到监狱里边 七号楼房 这楼房门打开 往里边一瞧 靠脚上摆着木板 木板床上放这些稻草 有一床脱背 在这脱背上 鞋里 这靠一位的 这老眼神不好啊 我们不会有一个人的轮廓 走两步到跟前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这老爷马上一回头 就问你八老头 老爷身后啊 师爷猜人 跟着三妹也站在这 我说八老头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就要来 我又忘了告诉你 他就承老鼓 承老鼓 什么队啊 范培斯言 打声延训 想想 筹筑中的故意 判了七年 现在刚做了两年 担过到三前吧 就算三年吧 哦 我说你是长老鼓啊 从这眼里 听到这里 看了点 你是谁呀 啊 八老婆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县态爷 胡县态 胡闻 哦 胡闻就是你呀 这胡县态听到这里 又往前走两步走进了 仔细看看你们这人 我这现在也吓一跳 你说这人 咱就干不去啊 好家伙 身毛不大 人家躺着就看出来了 四方大连 门头别太阳穴 高传部大下巴 人平落在转胡子 窝口眼 爬过椅子 大鼻子头 厚嘴唇 你再瞧这转胡子是红杀的 不但是红杀的 再转了 这老爷干不知道 这把有最大刻点 这胡子别干太转 这单直了 一松轴 嘴唇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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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爷一看这个长就让我一想听吧 你就是長老虎嗎? 你叫胡倫吶? 你兒子是不是叫胡李啊?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 你不叫長老虎去嗎? 我告訴你,長老虎那怎麼壞事? 我叫本名,我本名叫什麼? 本名姓成名秒金,好友之傑, 小女兒叫阿頭,不告訴你 這老爺回頭就看了那位大老虎 你那發明書上就寫的是長老虎啊 對,他一進監獄,有人告訴了長老虎,我就是別的 不值,不作為 連罪犯名字都沒弄準啊 成老虎,他叫長老虎 哎,長老虎呢,我跟你說吧 老虎厭假,新冰登梯 隋陽帝楊廣,黃燈好的 下一條聖旨,禹令全天下,所有監獄裡邊,不管犯什麼罪的罪犯,一律是罰 這也是你祖上的恩公,你跟祖族上的德行啊 你趕上一個好機會,讓你走了,回家吧 我叫你啊,黃燈,黃燈,你怎麼不走呢 我跟你說啊,我走了之後,中了幾天,我還想回來 這廢室,乾脆吧,我就在這兒住上了啊 這裡邊還有吃有喝,你說出去吧,我還轉頭 你住監獄住個演啊 他叫演到不是想演哪 我天都想還是待這兒好 那你為什麼願意入監獄呢,家裡沒人嗎 家裡有人啊,家裡有一個老娘 哎呀,我進監獄本三年了 我老娘活著不活著不都不知道 如果我老娘要死了,那我就跟不出去了 我就要在這兒住下老了 你把監獄當香港院啊 啊,不行嗎 哎呀,我不是很有勁呢 我告訴你,還是出去吧 這現在英俊說心裡話 現在你從來都不出去,我哪個就搬家了 怎麼這麼搬,這小子還給我出去啊 哎,出去好啊,你幹點什麼不好啊 有歧視嗎 滾滾一瞧 就是啊,這小子娶個媳婦啊 還有生根育女啊 這輩子不想這兒的 我自老的前活,娶個媳婦跟我一塊兒遭罪啊 不干這兒 不是啊 你坐著碗邊不行嗎 坐碗邊 坐碗邊沒管錢啊 不行找親戚朋友借借的 我沒有付親戚啊 我是光感一人 上午有兄弟 下午有姐妹 我跟你講吧 我們認識那個親戚都比我還好 你說我哪兒借錢家 那你 那你要坐著碗邊,得多了錢啊 我說碗邊,那我不能坐一般的碗邊啊 你說我孫子這碗邊賣手指的錢 這是不是男子漢漢的嗎 一般的媽媽多這麼兩米啊 多這麼虎屁啊 咱們那個吃掉花鳥的嗎 這這錢往往哪弄去啊 我借給你贏啊 你借我不得還嗎 我要是做壞了還行 要做朋友呢 現在也得讓我待得及嗎 那我就是白送給你吃掉花鳥啊 白送我行 你要白送給我吃掉錢 我馬上就走 啊 這個胡宣令實在沒辦法 回頭告訴師爺 你還拿吃掉錢回去 一會兒我們來吃掉錢 吃掉錢呢 工錢中一串一串 吃掉就挺有分的 工錢中一串一串 錢呢 又在花鳥下 贈給啊 啊 一個個花鳥一串 好歷 這年啊 各位謝謝你 咱倆無親無故的 你能給我十點錢 讓我出去做買賣 送您這個情供 我出去 就要好好做生意了啊 可是吃掉又做陪了呢 我再回來找您啊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人家已經看見到 這一塊的湖呢 我還在哪 朋友經過了 十多錢 我們就走 現在人家一串 走吧 這不就挺你了嗎 這八老頭哪個跟著 這八老頭 姓巴 姓巴呢 叫巴一串 人也一串 功的成 這巴一串 所以我跟著 送到老人以外 就捐一大串的外套 程老丁走回來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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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穿著走啊 他穿著醉 前面圆圆幫上一個玉字 捐一玉 後邊就二串 二串 二串 所以這個老頭 跟著您啊 你這 你這 關著東西嘛 啊 怎麼的 您穿這個 你這錢 mesure 這有個字好嗎 程小金不認字 搓著那個 十條錢 抗著金門 這不是老看的嗎 哈哈哈 叫花兒子呢 這 哈給妳說 小宮 您穿這壹上到街呢 老百姓一看就跟您在监狱里面 这个又伤给您的面子 这一定想最好您换了 换了 我三年前进监狱里的时候我原来的那些人医生 咱有猫 哎呦 是可以是没了 您那些医生让我扯了给它当麻布擦桌子了 知道了吗 让我换了脱的内部就光定了 那那行 那您您要不在乎您就穿着这头 那可不 我从监狱里面冲来的 大伙都知道这怕什么呀 啊呃 对不对 就这样子就忙成了 就这么贵事 打 到外边怎么 从哪儿都来起 嗯 我穿着又怎么着 我就穿着 长远您真这份 我跟你说啊 打您进监狱那天 我呀 就瞅着您不是一般人 就瞅着您这帽子 您这太头 您这气质 我就知道 终有一天您得出去 哪里 您 您不耐身 脱掉牌都吃掉钱 什么呀 你一定是这个 跟您说 我真是您少费您操心 啊 我找这朋友找那朋友 我总想把这些官司打点倾家 可是我这些朋友都不被误啊 所以我呀就是白人瞎忙我 哎 叫江陵出去了 哎 我也就在逛街了 哎 我说小子 冲你这一拨 你来一招 你来一招 我谢谢你 哎呦你给我这一条钱 这是你赏子给我的 好啊 谢谢你 别谢 再来一招 哎 你弄什么 我给我来一招 这三招钱你又可以忘了 这什么三招礼成了 我说成爷跟你说冲这三招钱 万一到外人要有一个马高凳准 山高水击 英雄是您再近的 我给您特殊招败 是吗 那再来增尿 哎 成爷 这是我六招金四招 您这做生意怎么做 哎 做什么什么 这个资料都给你 这老公这个时候 感觉这些味不过瘾 呃成爷 那这十六招都给我 那您做生意呢 好忙啊 我找献猫的药去 哎呦 这我不要 我不要 您别让生意要这样 您要把我给递出去 怎么着 你不要 你不要 我不要 我跟您开玩笑 我哪个叫您的钱 您给收拾开收拾 我告诉你 大王虎 你知道你叫什么吗 我不是叫巴利成吗 什么巴利成 你到这个监狱里边 你对所有的这些案犯没有不巴提的 你没巴我就是因为我太群 巴的提就剩骨头了 你那些人吃人家喝人家找人要钱 监狱里边都流传哪 说你这个巴的头 是巴的岁半八家虎 监狱里的套子都叫虎啊 我一天不给你去进贡 你就能把乌龙族 哎呦 那国有那么厉害吗 我还至于是套的东西吗 人家这就是比喻啦 啊 今天我做了三年大宝好东西 干什么样好事 人家给我吃点钱 你给我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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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还给我跑官子 你小的有那样心吗 啊 你拿着什么看 我请你浑身上去 只要这儿 我出去之后 你能粘着枪吗 我就知道你箱子里 是要简直的事儿 啊 你想要 你想要 我告诉你 我这是玻璃耗子琉璃猫 登 四号五八 给我 光 十条钱接过来 不见那儿 成耀军搓这十条钱 就往前走 搓了这个东楼舰 他家在哪呢 班秋镇 城东 二里半地 小爬村 农村 当他走到 班秋镇的时候 这班秋镇是个战党 今天 这班秋镇 本来没茫茫 人特别多 在隋朝那时候 山东的老百姓连年饥荒 官主之中 整齐不齐 所以街头巷 到处都是要饭的 小孩要饭的 妇女抱着孩子要饭的 老头要饭的 什么样都有 唐小金 别看对那个忙头 对那个县官 但是一见那些 挺苦的老百姓 心词面人 受不得上 小孩叫唐小金 这一药匙 咋说明这点什么吧 哎呀 行 来一句 那会儿过去 老头儿 桌子缩缩的 哎呦 这小伙子行行行 来一句 他那妇女抱 孩子不能去 来一句 在班秋镇这儿 辞掉钱 散光了 一个没有 散光之后 成晓星大流星 回转小八孙 到了在这儿的小八孙 进了孙东门 打着孙东门会员 一个离被院 离被院里面 栽一棵大枣树 上范图三间毛宝床 这就是她的离开 当成晓星来个院 能往外出的时候 走走走走 看着这个大枣树 这就是五月的天气 成晓星心想 我娘还活着吗 轻轻的走进了院子 慢慢的走入了上范围 到在外间屋望里面一看 接着屋子窗户指的那个光 看得出来 在东里街屋里面 他们母亲正在那边爬子 倒戴着一头白发 满脸皱纹 成晓星 成晓星一看着自己母亲这副神态 就心里的油然产生了一阵酸重 成晓星是个孝子的 一看老梁这下 成晓星慢慢的下来 娘 阿蝴回来了 娘 阿蝴回来了 看你说这句话 老太太突然一开头 阿蝴啊 这是真的吗 不是做梦吧 不是 我今天摇摇摆摆摆的粉朵 真疼 真的啊 阿丑没这么回来 娘 朋友今天哭通这一会 老太子抱着朋友今 放声大哭 朋友今里的大哭也哭了 哭了一阵之后 她反省了 娘 我问你 这两分年您是怎么过的 阿丑啊 甭管我怎么过的 我跟你说呀 这两三年呢 亏得借着你王子哥 王子哥呀 他们两口子是卖耙子的 编耙子到我上班族这集上去卖去 他去卖耙子 他们交给我编耙子 我就靠编耙子 再靠给别人逢年赌债 维持生计呀 我呢 三天两头呢 能编十把耙子 赶着一个集 卖十把耙子 我这十把耙子 行 明天就是班农镇的集了 我这不正赶着编耙子呢 不 不 娘 二婆不孝啊 让您的人家这么大岁数啊 才只是自食其力 我 我不能行 娘 你打我 我不打 我打你干什么呀 阿丑啊 你这回怎么出来了 你这回怎么出来了 别听了 我都放班了 在新皇上出了之后呢 良心发现 把我们都放了 放了我之后就回来 娘你放心 这回我一定想办法再回去监狱 海大 我跟你说呀 人家说三十二十四十二十五 就说男人到三十岁 就应该事业有成 即使事业不有成 也应该有一个立足之地吧 那像你你今天三十了 现在一世无常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老太太能说老太太怎么能说出这样话来 还知道三十二的姿势不过 这老太太可不是荣存的老太太 程小金的母亲 这是官儿太太 什么官儿 程小金的父亲 当年是南臣族马铭关的副总编 这老太太是他的父亲 所以那为什么留在这里了 你想在那个隋朝动乱的时代 当年靠山王阳林 打南臣灭北齐 屏东西二进 天下兵荒马乱 南臣是一个王教国家 那么程小金的父亲是一个王国人群首相一个将领 不知道隋朝怎么对待他们 所以冰黄马乱的年月 就老太太带着程小金 逃到自个儿园起老家在这住屋 这老太太的有文化 甚至说比程小金强 程小金不在那 为什么不在那 你是不是天下宗外 老太太的这么一个家庭背景 也没有公布上的念书 最稳定下来的时候 老太太给你看 孩儿啊 你怎么穿着这个衣裳 这衣裳 这衣裳是在监狱里面带出来的 我说的挺合适的 这多难看 前面这还带着字 我说的 这是什么 这是绿 监狱的绿 后还有号头呢 你这二十三号 好 我说了 那这帮你给我换衣裳 我给你找身衣裳 老太太站起身来 把程小金丸来穿的旧衣服 找出衣裳来给他换上了 太阳金把这衣裳衣服换好了 然后就跟老太太说 你看 您这两三年靠的是剑柄 王的哥 交给您鞭爬子 维持股口 对呀 我得谢谢人家 是啊 你该去谢谢人家 好嘞 我谢谢人家 我已经卖衣裳铺了 一乡真夺 这边就是老房间的头子 陈小金铺着门 进来那个门 进去之后就喊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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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老王这两个子一听着 一会儿都出来了 哎呦 谁要招进来呢 我来了 你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王的哥 我得谢谢你 我进去这三年 亏了您照顾我的老娘 要慕您照顾我的老娘 说不定我这老娘就不能活在现在 我得给您磕个头 别磕个头 可是我 哎呀 我想报答您 可是我怎么报答您 你说 我不是上街一分钱没有 这么多 我得每天我走到大街上 我要半一斤头捡一块股头筋 我把它拼一半 您一半我一半 是吧 要是哪天一不留钱 呀 你哪在装的邀请处上 装的满地头元宝 我们的脸子 这都给您怎么样 哎呦 兄弟 哪有哪个好事啊 就是啊 这也没个好事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靠着过这生活股 靠着过这把的力气 我给人家干活 挣多的钱我抱他 兄弟 这话我说一碗了 俗话讲 愿清不如晋银 咱们是晋银 照顾老太太应该 兄弟快回去照顾老太太去吧 好的 谢谢您 张晓银对王家这夫妻二人千名万谢 我一看来 回来之后跟娘就商量 呀 您说 我今后得怎么办呢 老太太说你怎么办呢 你找个活啊 找什么活啊 你说过去 饭思严迟 看某区 有时候给人家拉上车 问钱钱 正想钱 有时就打了人了 弄个好官府 就把我抓起来了 现在我听你官说啊 三天之后啊 可能有人上下来也得检查 三天之内我要进监狱马上派你出来 要过了三天再进去就不省点头吧 哎 娘我看这样 你说让我给那些个妇人 康尔护院 我挑起他们 也别说我穷吧 哎 我穷横 穷横 你说我都给人家妇人摊儿护院 帮着穷人吧 挣不着钱 那你说我怎么办 你就不兴趣学点手艺 你说我这猪手个鸟子 能学什么手艺 干脆我学编盘了 哈哈哈哈 哎 这也行 就变成了 老大大都看得没有 你出去这一会儿我今天十把孩子编成了 这十把孩子从昨天都编 今天变成十把复树了 明天一早晨 你往那喝烧水胶子 上班军镇的集团就去卖下 这十把孩子给他 然后就十把孩子给他 然后就十把孩子钱给我 如果你要可以编 那哪两边 编多了 你自个儿也可以交着去卖 是啊 好嘞 我就是你的大孝儿子 我现在就学编趴子 您告诉我怎么编那边 老大这卖江湖板上很多编趴子圆调 这都是竹子 竹子都在一花拿火烤杯过来 这就是一块歪完之后 再就是那个横条的袋 袋 袋就是那个竹子底的那个 春战季那口 后边再就趴一趴 这种趴子农村啊 长院里面楼草啊 大街上楼草 楼东西那么多趴子 这一个趴子头就是这么大健康 后一趴 这山中地心有那种趴子 老大人就交偏心 看见没有 这里 八个趴子摆好了 钩子朝上 两条横盖摆上 然后老太队给他示范了 拿这个竹子皮点个春 怎么记 然后最后就怎么记个扣 成就自己在帮瞧了 明白了 你都成这样了 把人都成这样了 把人都成这样了 分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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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然后我就趴子杆再厚子在腕上 拿你麻绳怎么这个歇花后怎么一记 这玩意儿没有两斤的力 呀 不贵 大家有饭 我饿了 哈哈哈 老太队说 宫里有粥 这房娘叫那个篮子里面 还有两脖头 您吃了吗 你甭管滑了 我不饿了 你都吃了呗 别想 成小金把这屋里的粥一滑 全喝光了 这两脖头吃一个 给他娘来留一个 老太太吃完了之后 天色晚了 老太太在屋子里面点个灯 准备要晚上还颠爬呢 成小金说 娘 而回来 今天晚上 您可别再干活了 您在这盖活我心里就叫了 我这个当儿子的 让我娘这么为我少女我还是三大神奇 我给你面爬 你这不是有十张了吧 我今儿一晚上给你编二十张 一共三十张耙子 明天 我跟那王子哥一会儿就搬去卖耙子 王子哥一会儿就搬去卖耙子 王子哥一晚上你能编二十把耙子 哎呀 您什么岁数 我什么岁数 您什么腿脚 我什么腿脚 这不能够不够热 你会吗 王子绝会 我还没看 这一家庭 那他在这一屋 那他这一钱是够累的 再加上儿子回来又高兴 哎哎 这一高兴完了 缓缓缓了就更不民困 大为一会儿睡时 程耀金往里面一看 一看娘睡着了 程耀金进去 把这小油灯端出来 高高在一屋里锅台那儿 扯回一个小物章,往这儿一坐,吃饭呀,什么?我就巴掌,两脚横着呢? 咱就说这个,这个皮子,这个玩意,就突然就这样,哎呀,这,真气! 咱们一看,老娘睡了个香,哎呀,跟莫子还打脚,老太子就叫,哎呀,我把我娘编着爬子吹! 把老太子的爬子拿过来了,皮子的爬子拿去拆了,她的菜里边就坏多了,今天我把它拆完之后,哎呀,我再重新给个皮子上,什么? 哈哈哈,这头都没记住啊! 哦,是这么没意思,嗯,把这棍儿也拴着吧,拿上一绕吧,拿去一倒露,哗啦,哗啦! 哈哈!哈哈哈我再拆一拆了,哈哈哈哈哈哈 都拿不来了,这位藏的爷子一伙东服,把老太子的10码扒子穿拆了,哈哈哈哈 拆完之后,他一把也没縫长,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老成啊,老成啊,这一刻起往的大祸了 就你这种人起来,老娘要是一醒了一问我,我一把孩子没变 不是,这变好,这十八都差一了 屁,你笨头了你 这么大,急跑转回来了,急着上他厕所打包药,回来之后,站在他们两家张镜的墙头这儿,他个儿高啊 站在墙头那边,让你砍,那边贴墙砖这儿,放了一条子爬子 老王呀,人家那两口子就靠下了 这一胶是五十把,一头三十把,一头二十把 为什么一头二十把,明天早晨,上鸡之前,往往下的十把拿回去 刚才这儿一衬正好六十把,一头三十把,上班球阵,急着迈去 我这儿一看,他这儿有一条爬子 我可不能再拆人家的爬子 看起来我这个爬子今天是学不会的 为什么不让老娘生气 我干脆吧,我早上在敲着老王就这条爬子 上班球阵,我给他卖了 卖了之后呢,我给他卖了好价钱 我听说了,这一把爬子能卖五个大钱 十把五十个大钱 五十把,二百五十大钱 二百五十大钱,卖完这我当争取一把,卖六个 卖六个呢,这钱就多了 多了就够了,这我卖了 回来的时候,那五大钱输给了他 多余的这个,你别忘了 老太太还能少生点气 对 只有这样 我要愣着个蹲着 先让我娘子英国子不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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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唐教军想到这宫位 喽 他就喊枪头跳的 等跳枪把人扎门塌子的 唐教军叫了枪头之后 轻轻的把这个爬子销,忘情运重 今晚说,一头三十八,一头二十八 都叫听臣,自个儿找个平衡 听臣这两口子在屋里没重点 来到这大门里头,把爬子销掉下 把大门轻轻的开开 端着门的底,为什么端着门底呢 就把门走开,呃,一想坏了 轻轻的端着把门开开开了 开了之后,销着这个爬子去蹲开 关都没进去,关这门 看,关门那时候有动作 销着爬子,这段班就在 明天也就是说现在是今天了 是五月初三,三六九日期 五月初三班丘镇的大级 一般感情是早去,早去是五更天以前 五月正天长,那时候天就已经亮了 哎,半月子时呢,是用现在的时间算是十一点到一点 那么一点到三点是丑时 三点到五点是银时 所以这个一例啊,这个时辰是一个更次 半月那是三更,四更 所以也就是早晨啊,三点不成,还不到四点钟 这唐爹就松了 出来之后,到了韩九阵之后,把这旁边一闹 大惊心上一有 哈哈哈哈 朋友心心想,我也忘了听这几更了 哎呀,来早了 起了个早五经 嗯,怎么办 等着 一会儿的功夫 就急成见人了 坐满个的仙道啊 坐满个的仙道啊 坐满个的,想这样好地方啊 哎,你这个位置买个好,就好迈 成要银子的一瞧,自个仙道好地方 他休了一个 嗯,我就得热乱 哎,总得,总得,总得 刚在这儿,一个小孩,小丫头 画一花辣椒 说说啊 这是我的地方 您怎么在我的地方 您听不懂小孩啊 啊 这你地方 过来每个结果都在这儿 你不听到满边的阿姨 行行行行,我不在这地方 这你地方干嘛 我在多地方 还在明天在这儿 成要银子的挑个造型 哇,刚掉了 爬被老婆过来 哎呦,小伙子 您这怎么回事 这是我白妈生的摊啊 我就是白妈生的那两天的 我没儿没女的家里面就一个老乌子来的呀 你 行行行行,我给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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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这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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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仇短庄,满肚子都是气,所以什么? 做沉浸仇短庄的掌柜的叫陈峰 他认识 刚刚那个说嘛 他这个案子,一个是贩卖私盐打伤严羞 一个是强想仇短庄的故意 就是这个仇短庄 当时那时候,藤小金是给宝菊 现在还不是赌场啊 给宝菊呢,在这儿当看护 像导标似的,有导罐子,他过来给拦着,管这事儿 这个陈展柜的陈峰呢,在保护局上压好,输了 输一条都没有了 最后说了 我是托断张掌柜 我压十匹托断 保护队的条都说了,你写的条 当时的条线条纳好开玩 这一玩儿,十匹托断也输了 一输了,就托断走了 回来托断张掌柜就没劲了 这也没劲,到这里头就跟陈小金说了 说他该当的湿匹托断呢 这有签堂 拿着签堂打死架 陈小金拿着签堂,但是一个人 就到这个陈寄托断方案里 到时候我进了之后,他买了机会 说你该托断,吃皮,给给我们 接着我这陈锋掌柜的方案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吃皮呀? 我都忘了他 我从来不过不过 我没见过你们保军 那就是托断军执行的人 已经变口皮了,这你先走 哪儿呢? 哪儿呢?什么呀?这谁捡呢? 不儿,扔嘴里了 这他们已经弄你了 马上就拿出案 那我这上学也挖着湿匹头上 给那五匹,他五匹,抱着,站上回来 这儿回来 这儿回来了 这会儿陈同长队就把传心给告了 想想托断方 就是这么一个案情结果 而且身材犯案的时候 这掌柜的还在坐上 张耀静浑身有口难分辨 所以就寄了这个陈锋 张耀静的监狱里面有这儿想他说 进去,进去出来 他怎么出去了 就你们 没想到提前出来了 张耀静一看也瞅着什么 好嘞 这儿的摊就在这儿摆了 咔 爬子掉了 两坡 绳头一路 爬,绳子一起 我把爬子 咔 打开了 三斤能量 卖爬子那时候那天盆子 他说放着摆一把,两把做 划就得了 张耀也卖爬子不 三百的 等着把这三斤能量防给站 兜里一穿 摆了一爬子 嗯 这就不错 哈哈哈哈 夏儿一等一战 张耀静就等着去 他就把爬打架了 天越来越亮了 太阳都升起来 故乎买卖 该下板了 一把这一把 那把这一把这把这一把 那把这一把这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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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啥子你呢 哦 我说 你这哪个这么多啊 是啊 我不是都能摆这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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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这么做买了 对吗 长眼睛没有 看着好多了吗 这是沉寂抽冠状 看见了 我看起来不往这摆啊 哈哈哈哈 哎 你这哪个家里别的呀 我这是博物购买 门口不算摆摊 你在这摆成这样 我不是摆成怎么做呀 我管你怎么做的呢 我卖我的爬子 你卖你的抽冠状 哎 你怎么不摆摆 那他不摆摆嘛 哈哈哈哈 你这孩子都会堵盐了 一个道都没有 那谁现在 他要想买步 跨大步就快了 哈哈哈哈 我自己说 走 你别跟我说点话 我问你 你这两个是不是叫陈峰 对啊 叫陈峰 你就告诉他 就说 是我在这儿买的 我跟他有好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火星一定是 这人看着帅口 就冲着横着愣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咋不得好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马上进来了 这陈峰起来 正在后面喝茶呢 火星进来了 咱们不是摆摆摆了 我不认识 新毛润 那你掌上去 吓成一掌 那个她说 她把到那个大楼去丰上 我让他走他 不走他 跟你去好朋友 让你去看看他 你认真人 叫陈峰 我没问,我看,从风脉步就出来了,来到这个库库里头,看了个成有进去背面,一下子认出来了,他怎么出来了? 他怎么出来了?他怎么出来了?不知道,这小子在监狱里了,监狱里了,他今天怎么出来了?卖爬了。 这两个人就说你,请一下,怎么也在监狱里?呦,我这就是成对人了,成有进去背头,呦,他两位,发财,发什么财,呃,成对人,您挺好,挺好,今天一边里边活了两年,赶上新花儿的东西,花儿给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之后,就不是骂我,挺好的,从今晚后,我就成主义人了,我卖啥子,呃,就说这个集市上这么多地方,哪也没有我卖啥子的地方,我一看这是你这些扑虎门门,咱俩的朋友啊,这几个都来,就完成了,怎么样,行吗,开展开,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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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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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告诉你,这是班族镇的会儿会儿,长老虎,看到吗? 哎呀,当然这个长官就不能说当年他办的那个车啊,他就挖着陈耀兴,这小子啊,傻子啊,放生死不怕呀。 别别他对他,得对他,比让他在门口摆摊,还可怕。 那今儿个就是摆了呗,他说你今儿子摆了,他今儿子摆了,他今儿子摆完,要下个鸡,还在摆呢? 那他们这些换圈帅圈,他说别把他下个鸡怎么闹,你关着他,别人说,我怎么关着我,要关着您的人关着他。 哎呀,我确定关着他。 他说他这耙子一般不是卖不出去,老子在我这儿站着,我才是小张的。 这小子饭啊! 这张东西坐这儿的草物车压民,长小气没做完,不是把那耙子给走卖,摆是摆一下天,到那时候都在那块溜达,像龙子里有老虎一样。 和出路里,投一个旺青年,眼珠泽留出来。 像龙子里,等着哪儿子走的,刘志要在那里, 他叫马上往朝天赎码呀! 成要女兵器那个大伴儿,interest呀! 这谁敢来买那个吧! 成长世纪里,一看这也不行了你! 那会不会 我承认 你得站半天 这边耙子没卖出去 没有 你怎么没卖掉 你得摇滚拿 说话讲 干什么 说什么 卖什么 摇滚什么 你得说让他们买耙子 你就多少钱呢 他们都买五大钱 我就买多少钱 你行别报价钱 你就说买耙子 有人要买的时候 你得告他价 这家可以商务可以砍 这做生意威势 想 不想 开展开进去了 程耀金一条开始 别扶了进政府 这要招呼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父女 抱一个睡着的孩子 保护的正常 程耀金要不 买头了 这孩子发压 这副理 又帮你 大事大事大事 你怎么吓哭了一门 这一条 买房子 大事大事大事 嫌疑了 不买房 好 你两个又说没 我说 唐县 您这生太大了 让我说 您这咋门又大了 您这么一坛啊 不再说没人来买台台了 把这一趟街的人都给吓跑了 您咋声音小点 做买了吗 和气声台 您得面带和气 得带着笑容 让人觉得可亲 再买你东西 好 好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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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位坐在屋里面一瞧 今儿都从门来 我那男人没个开张呢 程小金一看怎么着 也听见没人 干脆一回头 说张会长 娘子我这嗓子喊什么几下 也喊干了 我插腿吧来一伙 哎呦快点 你来个多少 站住半天了 这我这赶忙丹队你们出来 给程小金料盏 七壶茶拿去茶盘 旁边又料一壶凳在这儿 哎呀 真气 干什么也不容易呀 你说来坐买呗 你说怎么我在这边坐就没人买呢 啊娘子 我一个熟人也看不着 我看到一个熟人的话 我让他们买两把也行啦 我让他们买两把也行啦 折了 把秀儿去 程小金正还得有秀儿 也不喊了 也不做菜了 从那边来几位 这位呢 肩膀头打着个帆布的钱搭子 身上穿的衣服 看的样不是一般的 有两千 果然是东奥县城东这一带 压身二百五元钱的一个主菜 姓宋 这人叫宋连衣 人从外号送他头 哪里长得特别大 人送他头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吝嗦 就是他妈死的时候啊 为了省钱 听说隔壁有一个人家死爹了 刚才两个月那校服啊 还没处理 他花钱半价给租过来了 给他妈带校 这个事啊 东奥县周围中传开了 都知道给你送个头 哎呀 家伙有钱 就是特别的 这个小头 今天干嘛来了呢 他跌死了 昨晚上跌死了 从他天气死 他一个眼罩还没要 为什么呢 他在合计三次怎么办 怎么样子能够最减少 怎么样子能够最少钱 所以他到这儿 先是买校服 因为他母亲死的时候 里面有一家那个死人家 他爹这死 估计没有死人家 没什么租校服去 所以他就得至少买个自个房子啊 到了班旧这场之后 这班旧这应该有五家 收断装少了四家 都觉得价钱不合适 这宋老头就找到这个 沉寂出段装置 他这这个佛同城长怪的 两人比较熟 情愫呢有点生意来吧 到这儿一看 嗯 他在梦中买了一圈爬子 要把这儿炸一个人 这个曾老今子 这本子刚刚喝水了 这宋老头也没什么看见 所以他从这爬子上一步就跨过来 跑回来之后 进了头段装 他说 陈长卫的两步就坐起来 你看 你看别说 这儿就开张的 他又送的头来了 送的头进来 哎 张卫的 买卖部 呦 这不是宋先生吗 宋先生 买卖部 哎 我爹昨晚过世了 这实际上是家人都挡着车销一样 我这个这几个这个车销我都赚了 这价钱不行 你这儿白股怎么样 我这白股 我这白股很上等的 您肯买了 我知道你都是省钱 这什么话 我我我我我我二肚子地 我我干嘛省这些 哎 你上等我买的就是上等的 我这都是大批的 大批的 二百十一批 那我要买呀 又加点钱不加 多少钱 多少钱 三两斤的一个 折合从前面三只掉 一个 你一个就够了 一个 我估计你一个就告诉我家有多少人 家里人都行不少啊 咱俩不见头穿重销 哈哈哈哈哈哈 咱俩一白帽子不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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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家里是比较 咱这地方你得贵点吧 哈 您说您说我这给你是最低价 你看 您看我今儿子 我这门口拿卡子 哈哈哈哈哈哈 您投一个鼓 我估计他找你要谎 二十一批 不行啊 二十一批 那我赔了 做饭咱能赔着干啥 我在受不了啊 再说您是大家大爷 你那二百五条鞋子在手 你怕什么呀 还差这点钱吗 老爷子过去 你去外头排一场体面 让结果你去看看 你去笑死我 哎 行行行行 二十一批 卖不卖 不行 早上就不卖 二十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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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太少了太少了 出门口 二十二批 不行不行 不行 你再往别人去问问一下 没点价 出来过这耙子卖过来了 二十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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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爬脚一坐 这一批正开 二十五批一个 屋里面没考过 长脚精湛 来了 你从哪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从哪里帮我走 你从家伙子 叫你大车 啊 什么 你卖 你卖什么 蛤子 这批子 这批子是你的 当然是我的 这批子是我的 你不说吗 二十五批一个 二十五批一个 你给我买批子 啊 你 笑什么 这个笑 你什么批子 啊 二十五批一个 什么批子 一分钱一分货 我这批子都是好批子 我没说买你批子 没说买我批子 你出来不批子 那你明白 我知道你 你叫苏大头 对不对 你妈死了 苏的效益 哎 你 我听说 我这批子 怎么办 一部分是五十瓦 一瓦 一瓦 二十五批 十瓦 二百五批 这五十瓦 有一百多批 就这么说 这个钱 我也不可能 啊 跑得给我滚送 你叫苏大头 我这人回家 走 哈哈哈哈 你叫苏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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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 我爹子 你别给我起这空好了 啊 我正在买白布的 我正在说 二十五掉钱 一个白布 我不买批子 他不买批子 死的人不买批子 他死人不买批子 他死人不买批子 哈哈哈哈哈哈 你混 你混 混蛋 死人买批子 他白布一盘 他不然批子 他不然批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是这么办啊 谁叫人靠这个批子 不行 我哥 你走慢了 今天你批子要不买 你就走不了了 哈哈哈哈 就常常回到屋里 他没什么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长的你真香 小子 我让你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有小子 我们两个别想我给你圆一谈吧 那宋大涛别人有钱啊 全长的你就让我里批来 哎 二位 真是什么 他说 二十五条已经批子 我想给宋家姐 他不是说我买呀 哎 这个 哎 宋家 您是二十五条一批 哈哈哈哈 真是哪 猝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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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猝 你怎么把人吹我 我说 我说这真是说买白布 哦 我买白布 你是买白布啊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买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行行行 我跟这是 我 这是他说 怎么着 我说 他别死了 买爬三分 那多好 哈哈哈哈 我不用爬三分 不用爬三分 回家拿肉丸张眼一头 哈哈哈哈 真是大啪 我刀银子啊 啊 我不做不了 这呢 你买怎么说吧 买串吧 说 二 要一个 哈哈哈哈 陳掌柜 我常有很想的旁边 常演 你够了 我看这事 我准备了 这事 就是他买一把 哈哈 一把 我那句话卖谁 你这 政府能把吵架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要给您讲这事 一把 你 你二十五秒 行不行 你都能不算了 你这些啥子 哎 两百百百一掉钱 哈哈哈哈 好 看你一遍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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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过了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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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这是 这是事儿呢 大家 您的已经踩人家爬子了 这就是您的大队 是吧 您要踩人家的货 不买人家的货 这事儿没法说 他说 这个价钱呢 是 传媒这价钱要的高价 哈哈哈哈 不过呢 有句俗话呀 贵人买贵货呀 是不是呀 您 同样的盘子 您有花钱 就二十多钱 别连五大钱 哈哈 哈哈哈哈 要是通过这个 幸福您身份高贵 我跟他说 好 您不用多吧 就买一把 二十五一 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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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大东西啊 我真恶意的 我怎么好面子踩着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一桌啊 看看程耀金 你啊 程耀金吵了 你没看过 我说出了五 跟你说吧 早清说过你 我刚从监狱就出来了 哈哈哈哈 今天你要做五 才我爬过去让你赔 要赔就不是二十五掉了 咱要动手拿起来 你有钱帮我送到监狱里去 我是昨天出来的 皇上就剩下来个 三千斤过来查 我进去马上还出来 哈哈哈哈 要不是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 二十五掉 单车上二两五钱银子 行吗 行吗 银子够好带 有啊 有 有 钱搭的一身小 他不二二五千银子 呀 对 这边 好 你家里什么时候还用盘子走我 哈哈哈哈 我不用 我不用 这么大都一转身 这白银子 这白银子都慢慢来了 哈哈哈哈 白银子在我前走两步 越想越难受 哈哈哈哈 从桌上才爹死 一声一哭 最是想快了 爹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 哈 哈 成立的 比你开人 老妈 行 就是差不多了 到城路该吃饭了 哈 陈老贵 你这有饭吗 哈哈 我们这饭没好饭 陈李啊 你要想吃好饭别在我这吃 您可是赚着啊 二两五千银子啊 到包里边 吃什么饭不高 你包酒席的富裕啊 行 打桌从监狱冲了 肚子就空牢牢的 是 这酒也没喝着 哪有饭店 这成长的一听 这心就开始犯怀 那么犯怀 十个街新修的一个会友楼 这叫会友楼是五能庄的庄主 也是有头有点大人不开的 陈大伯的信用门上去 叫这小的这脾气 弄不好两半了就跟人干起来 要到这一干起来 我收拾不了你 有人收拾不了你 他们呀 白的十字街啊 开不到会友楼 这会友楼有的饭菜特别香 价钱还便宜 您就到那里去 那里边人服务态度还好 您到那去没趋 您就到那去 哎呀我这叫爬子 我不能飘去 您可能收好了 滚了好了 继续到我这儿 啊 好 我爬子弄好 就滚了好 咋子点的一穿 弄到屋里面 那一把爬子 那里都没拿走 他买个爬子干什么 咱也带吃 所以原样 五十个爬子 我一会儿吃完饭 到底是没骄 哎 这是您把我给您看着 您这扣子就好了 您得认识这扣 您这不是说少一张 没有我 您这爬子贵我都赶不起 您好歉 您好歉 什么 承小金要六千了 他那个 卖过就奔着慧友楼来了 来着慧友楼 一看两层的走 他今天月初还没有走 承小金心想 哎呀 现在这人们发心坏呀 一般养修楼盖起来 卖过忘记就走 承小金梦里面一走 跑长度过来 走 可以 您吃饭 吃饭 找个雅座 哎 上楼 随着登登登登登上楼 来到楼上 找一些雅座 承小金进来坐这儿去 坐这儿之后 承小金忽然想起这些母亲的 承小金心想 我养这两三年啊 我进监狱啊 这两天 老菜变我来吃 什么日子 吃康面菜 更肯定这是肚子 重 鱼腿面面那么多 混 done 额 当然 我娘吃那个 我腰里边有这么 demanding 我倒是就吃旧席呀 这个大菜哪 是什么人啊 嗯 跑唐瓶咖啥不进来 快点 你们点菜 吃吃 这边我不认得 咬我豆腐脑吗 豆腐脑 你请吃那种 大屏 就这么大屏 这么大屏 一门豆腐脑 两瓶咸菜 你还要呢 住着吃就够了 你不是开开笑吗 什么就开开笑吗 我就买肉了 我就够吃肉了 可以 你要吃肉的话 请您高升一步 给您画个例子 行 朋友就站起来 就跑唐瓶 领不出来 就在那雅座里面出来了 从豆腐脑里面出来 外面的散道 靠鸡脚里面就是有一个四字 帮我小说就一把椅子 您这行不 怎么又在豆腐脑 豆腐脑炸鸡能用出大屏 就这就行吗 不 一般就是一大桌 从小就坐这 我就坐这 可以啊 您坐那 行好 您要坐这的话 你坐这 那您可以点菜 您要不点菜的话 您得尝尝 跟您说 您要是吃豆腐脑炸鸡的话 我们的饭店里没有 我们还得到楼下对货 那小卖店给您端起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搭着水澡呢 呃 进去给您做算了 钱 成功 今天这马上过来了 看来你这就狗讲看人家 你就出口抽 吃鸡是吗 不是这意思 就是您要去 你看他好 怎么这么办 走 我给他 你这都有什么 咱这 您讲 这就咱们班族镇最大的办法 到半岸北全齐 班族镇全镇的 没有二层楼的房 就是咱这的二层楼 山珍海贝 银子宴猜 刘欧 胡得顿 要是有什么 现在没有地球 跑的 草莓烂的 水里铺的 只要你点出名来 咱们就有 就怕您都会叫你了 是什么 天上飞的地气炒 草莓烂的水里铺的什么都有 来天上飞的 您说 您有什么 爆炸 爆炸云灾 爆炸云灾 那是云灾的东西 醋溜青草呢 您的主化高 但是天上飞的 它是动物吧 有肉可吃的 拿来个青棍文字胆 这 这 这 第一个朋友 第二个朋友 您说 是牛 是羊 是猪 哦,我要沙坡都啰嗦,啥事呢,这沙坡都啰嗦呢,就不让谁进去呢,不行啊,啊,草坷梦的,有啥梦的,有,你吃一梦的,这不行啊,咋子怎么梦的,就咋,谁也梦的, 玩玩有吗,有,青龙鲑鱼,对,要转烂的,您这些赛典,看奇特,叫你说没有,没有,你刚刚在这报什么财名啊,吹,要什么没什么,咋,我看见你梦这些茶子,这是个篮子,这是个字头, 这还真是惹他,就是明明给大家来一路,这小子得跟我们东西说说,这小子跑这儿干嘛,管教管教他在,现在呢,好了,看见,呃,那您,呃,您刚刚我这个话说得太惨了,您嘴巴要的什么, 功能哦,给你лет dudды,您 Todd说,"我拜拜传说,"我一品传的筷子撒,"rusCap, 里面那儿,你快 Music。 你快说,我要的 ciudadan, 那不是,把那这些饭 juror噓 if he filtered! 弄一大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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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 这一块就能写烙一阵了 陈孝敬在这喝 这一下风天参云 一会儿工跑 酒酥饭跑饼上的 一块饼没吃那么多 吃了一碗 告诉盛那一碗带着 这老娘带不见 弄一纸包好了吊声的 算账 这时候算账 好长一早能这啥先生说的 不想这小子啊 这小子跑这放行 这就咋 这都算账了 本应该 独奏半两银子 给一算 要是一两 好长一把这个账单拿回来 可以 一两种 你要有一两银子咱就互相不长 我说女生要饭店 怎么这么贵 哎 怎么这么贵啊 您进来小吃饭吃得起饭就给不起钱 吃完了饭都算账了 您得多贵 这不就晚了吗 饭吃到你肚子里去了 还能到处去吗 长小金的事情这不是那话 长小金就是 横头说 不吃饭 是啊 好 前我得 写账上 写账上 您是谁啊 我 成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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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老虎啊 您就是成狮子 我们这地方向来是现钱交易 债库上线 你这有多人 先写账上 过后 我再还钱 过后再还钱 您在哪住啊 哪找您家 哎 门牌找哪啊 您在这跑了呢 蹦吃蹦喝 这几个菜 那我们不白干了 一两年的吃这几个包蛋 你以为我没吃过 我没见过 啊 怎么着 您吃完饭 不给钱 还让我们动汗呢 我可跟您说 这会有 可不是别的地方 在这地方要办完 就得给您顺过来 敢 我都想不信 您不信了不是 哎 好 他们这一身 还气话啥 到处师傅 一边咱们就拿去的东 我拿去的东 那边有拿 想拿着东 行个全上 花一下子 到我部上 承小金 半分圈就没那了 承小金一看 承小金一看 什么 打架啊 我告诉你没 你承这些人一听打架 喝我脑子勺什么 我说 哎呀 咱们明天 接着做